扭曲的爱让她失去理智 我把心都挖出来给你了 你就这么对我 这七年以来 你对我的爱就让我喘不过气来了 真相大碍 却还隐藏经典的秘密 杀人长 我死了再哭 《方圆巨镇》 五集迷你剧集 《消失的七次》 经典版第五集 正在播出 我们从一开始 就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 刘梅 根本就没有死 真实 是我 这个房子 是我找一个龙牙老太太租的 她什么都不知道 还真一模一样 难道刘梅跟林子雄要关街 你想要的东西 在我这儿呢 你得先给我准备一百万的现金 还有去美国的签证和护照 说实话 真 那个男的是谁 我是个活死人 你是个同情犯 咱们俩连这儿抓紧的身份 都没有你让我拿什么去赚钱 你怎么了 我早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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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到了 钱都准备好了 东西打了没有 好吧 等我一下 伯爷 喂 林老板 我是王涛 王警官 又有什么事 林老板啊 上次的事情实在对不住了 我呢 想找您当面向您道歉 王警官 应该不会有劝迹导师吧 怎么会呢 林老板 我可是诚心诚意的 我马上到你公司楼下了 对不起 我上午有事 改天再说吧 喂 林老板 林老板 王队 这小子啊 就是故意晾咱们 待会儿 咱们直接冲上去 冲什么冲啊 你道歉要有诚意的嘛 走 去他公司楼下那个咖啡厅等着 是 你好 好 看你晓晓 对 晓晓 这一样 行 两杯 好的 想什么呢 王队 你说是不是老想着一个人 就会产生幻觉啊 怎么 你又想哪家姑娘 我刚看见个人特别像李亮 谁 李亮 有个背影跟李亮一模一样 随便坐 刘梅手里的这条领带 和林子兄带的这一条 是同一条 快走 对不起啊 咖啡不要了 有看那个大黑帽子进去了吗 没有 有看那个大黑帽子进去了吗 你干吗什么 警察 反安 警察 来 来的正好 林子雄呢 两位警官 我们林总今天特意交代了 说他有事不方便接到二位 二位请回吧 你们老板现在有危险你知道吗 那也不行 你这个秘首怎么那么丑呢你 刘虚 您来的正好 林子雄呢 不是 你们怎么又来了 本来呢 我今天过来找林老板 向他道个歉 可谁知道刚才在楼下碰到了 我们的一个逃犯 现在林子雄有可能有危险 王涛 你别闹了 赶快回去了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林亮 你干什么呢你 林亮来 冷静冷静 有话好好说 我让你说话了吧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公司有那么多保安 我们也可以自保 你看看 出事了吧 什么 去去去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那天晚上和你见面的男人 是不是他 林亮 你先别冲动 来 先把他放下来 林亮 别过来 别动 别过来 放开 别过来 林亮 不要放下 不要一错再错 这些 都是林子雄这个王八蛋 逼的 林亮 别冲动 别冲动 别过来 刘梅 你过来 过来 我过来 我过来了 我那么爱你 来 我挣一分钱给你两分 夏天我扇着扇子哄你睡觉 冬天我被误暖了再让你上床 我把心都挖出来给你了 你就这么对我 李亮 我也想过咱们能过一辈子 可是我们之间的感情 还是抵不过时间和生活 你知道吗 七年了 这七年以来 你对我的爱 已经让我喘不过气来了 那你爱她吗 你爱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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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是她先勾搭我的 她这种会 这种会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我好心把她解围 没想到 她就一直纠缠我不放 我真的没想到 她有老公的 其实我和她之间 十五三专心 没感激的 真的 李子雄 你说的话还是人话吗 怎么样 听到了 这就是你在她心里的地位 李亮 我求你了 你放了她吧 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帮她 我不是放她 我是帮你 来 你把刀给我 把刀给我 李亮 你觉得你值得吗 我用不着你来说叫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有钱人就高高在上 我们穷人就要被人踩在脚底下 你们都高高在上了 还来欺负我们 陈生丽是这样 林子雄是这样 杜建平也是这样 刘梅 还有你 我什么都为你 你有什么事我都往自己身上来 我把命都给你了 你就这么对我 李亮 你别说了 都是我不对 是我错了 是我对不起你 李亮 你别说了 我以为 我注定一事无成 但是最起码我身边还有你 没想到 是你告诉我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喂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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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崩开了 放了我吧 让我去死 别说话 我累了 抓紧我 安科是我杀的 吴建平也是我故意杀的 杀人长命 我死了再度 别松手 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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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桃 黄桃 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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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姨 你都一宿没休息了 快回去歇息吧 妈 我不累 咱家这段日子 人在进医院 这都是我运到 不过呢 还好 最后都没事 阿涛也会没事的啊 听妈的话 回去休息吧 要阿涛还没好 你却倒下了 妈 你说得对 我回去给她收拾 几件换洗的衣服 一会儿要有什么事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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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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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汤 老汤你醒了 我命呢 死不了 说什么呢 你再说了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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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喝 我喜欢 讨厌 说吧 老师交代 是我 是我杀了杜建平 那天 我一个人在家 杜建平突然闯门进来 上来就要撕我的衣服 我害怕极了 我求他 求他放过我 他根本就不停 情急之下 我 我随手抓起了一把刀 刺向了他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就倒在了我的脚下 我 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李洋突然回来了 他说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陆建平的尸体藏起来 然后 让我装死 这样 就不会有人再怀疑我了 8月26号的那天晚上 凌梅跟我说约了安科 是我约好了安科和林子雄见面 可是林子雄 他突然打电话说 他有事来不了了 我就和安科说 约会取消了 然后 我就没去小公园了 我都差不多到了 后来我就想 这个事情 我不方便出面 所以我就 推说公司有几事要处理 你去了哪儿 我回家了 有谁能给你作证 没有 那天晚上 李亮也不在家 她平时这个时候 都是在家的 那天晚上 刘妹打电话给我 说李亮和安科都没回家 她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因为李亮和安科吵架了 所以那天 安科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李亮也跟着出去了 我担心他们俩又会吵起来 结果第二天 你们被打电话给我说了 安科死了 直到第二天你们到我家 我才知道 安科已经死了 她死了 她死了 死了 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安科怎么会死呢 安正的意思 我们隐瞒了李亮承认伤害安科的信息 去审问林子雄和刘妹 得出的信息是一致的 李亮有最大的杀案动机 还有时间 可是我总感觉 你感觉李亮是顶罪 但是我没有掌握一条新的线索 李亮当晚出现在过小公园 李亮在小公园的市多店里面 买过一瓶水 老板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当时李亮还跟他的伙计 发生过争执 老板还出来调解 李亮当时怒气冲冲 好像跟人家干仗的样子 你这刚醒多大一会儿啊 就开始工作了 对不起 嫂子 立刻滚啊 你看你啊 医生都说了 让你多休息多休息 就是不听话 一方就是汇报一下工作嘛 那也不行 杜建平也是他杀的 真残忍啊 可怜他妈了 杜建平他妈 孩子呢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现在怕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还有那个杜建平的妈 就更惨了 整天说有人要追杀他 是啊是啊是啊 都快成神经病了呀 你说这个李亮啊 害惨了一堆人哪 就是 清局 老桃 云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哎呦 怎么 你还没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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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拍好像好了 你小子 这回啊 考虑到你连续破了两宗大案 上头给你奖励了十天长假 啊 开心了 哎呀 我还想着啊 回来继续参加工作 这里的工作啊 就交给一方他们 迟早也要交给他们年轻人的 对 这回你就跟许云好好地去旅游旅游 修补一下夫妻感情 老桃啊 能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 才是真的英雄啊 谢谢领导 谢谢 王队 嗯 终于可以休假了你 真羡慕啊 能跟嫂去旅游了呗 这有什么羡慕呀 好 各位啊 接下来呢 这个案子的收尾工作 就辛苦大家了啊 好 嗯 我相信你们 刘梅律师来了 行知道了 王队 刘梅的律师过来了 嗯 快去忙吧 好 哎 王队 千万别忘了给我带手信啊 我会忘的 嗯 好 好嘞 各位 你们忙 我先走了啊 好的 王队回来啊 每人都会有手信 警察同志 好 再见 你不能这样啊 婆婆 这真的不行 真的婆婆 真的不行的 你这个是在欺负我 这个老太太 怎么回事 这位老人说 近一个星期以来 晚上总感觉房间进了人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东西有动过的痕迹 我问他丢了啥 他又说没有 你说 这个怎么立案呢 哎 阿婆 您是杜建平的妈妈吧 是啊 呦 王警官是你啊 对 哎呀警官啊 你们警察 就是为我们老百姓 解决实际问题的 嗯 现在我天天被人 骚扰得睡不着觉 你说这个事情 怎么就不了你啊 婆婆 如果都像您这样的话 我们警察没法做事了 小花啊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啊 阿婆啊 要不您带我去你家里看看 这就对了 谢谢警官 还是领到有水平 小花啊 你去忙吧 走吧 年轻人啊 学早点 走吧阿婆 昨天晚上 这个花坊是在这里的 哎 今天早餐 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还有这个苹果 原来在雪泥下面的 怎么也跑上来了 你看 老太太每次都这样 隔三差步就跑到我们保安室 说有人欠她家偷东西 还有人要害她 我们也问过附近的住户 真没人丢东西 我们就猜想她儿子一直没回家 她天天盼着想着造成了印象证 好了我知道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 你先回去吧 警察同志 好 我儿子他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阿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知道啊 她再怎么混 原来每天都给我一个电话 这个月 到现在 她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啊 我知道 她在外面偷鸡摸狗 赌钱 骗钱 什么坏事都有 哎呦 这是着报应了 这是着报应了 阿婆 阿婆 你刚才说花瓶怎么了 花儿被偷了吗 不是偷了 是多了一样东西 多了东西 你看一下 里面有东西的 你看一下 有东西啊 天副卡 你 那是 你 我 你看一下 你 那是 刘伟 刘伟 八月二十六号的晚上 你在做什么 那天 天气有点热 我就下楼走了几圈 你确定你在楼下 当然 不在小公园吗 不在 你看看 视频里面那个人你认识吗 你不是答应给我离开李子熊吗 你现在呢 怎么出发了啊 我不是真心想爱的 我以为你会祝福我的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我就因为当年是朋友我才这么告诉你啊 李子熊不是什么好人 他干的都是犯法的事 你知道他的钱怎么来的吗 都是靠会跟国有资产来的钱 他分分钟要坐到牢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那天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不小心把录音给落下了 把他和一个国企劳总的谈话全都录下来 你呀 还是赶紧悬崖勒吗 如果这事要被李亮知道了 那更加不得了了 安科 你可千万别告诉李亮啊 你不会已经告诉他了吧 那就得看你跟林子熊断得干不干净了 安科 你不是说你要买房吗 这样 你把录音给我 然后我去求林子熊 让他给你二十万 你疯了吧 安科我求你了吧 录音笔给我吧 你别傻了你 你以为你把录音笔给他 他就会感激你爱你娶你吗 你别做白人魔王 在他心里你舍不都不舍 安科 你是在嫉妒我吧 你以为从小到大你样样都比我强 但是林子熊连正眼都不肯瞧你一眼 可是会半夜给我打电话 然后约我出来 我们待上整整一晚上 你就是在嫉妒我 你真的简直不可理喻知道吗 我不管 你把录音笔给我 给我 不可能 你给我 不给 给我 不可能 你给我 不跟你杀谁 给我 给我 不可能 你把录音笔给我 就不可能 我 你得过 我 不可能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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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死杜建平真正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强奸你 而是因为他拍下了你杀安科的铁证 让开我 把我什么开 让开 让开 别等 怎么什么我都知道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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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所以你要杀人灭口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是 你 ост了个最后 愿意 有些不愿意 可以 有些不愿意 不愿意 他不能在心里 没啃 就是 再这事 是 有些不愿意 有些不愿意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 是同乡又是同学 读书的时候 我的成绩比她还好 就以为我妈生病 我家没钱让我上大学 所以她上了 她就觉得我和她不是一个世界了 是吗 她和有钱人谈类理所应当 我和林子雄在一起 就是白日做梦 凭什么 凭什么 安哥 你想起我好吗 我的职女很整容 她很爱我 我也很爱她 安哥 你想起我 她认定林子雄不可能爱上我 只是玩玩我 她不仅威胁我 她把这件事告诉李亮 她要举报林子雄 我断了我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我每天 记在一个几瓶黄米大的破房子里 每天 为了一丁点鸡毛蒜皮纱米油眼的事 到处就求爷爷告奶奶 谁都看不起我 谁都可以欺负我骂我 我守够了 我守候天的生活了 我觉得 李子雄是我唯一的希望 只要安哥死了 我的人生 就可以重新活了 你把好朋友的劝告 当作是妒忌 他死了 你又得到什么 安哥对了 他每句话都对了 他每句话都对了 你就不能多待会儿吗 你也找人回去吧 安哥死了 警察很快会找来了 你必须要赶在他们之前 帮我拿到录音笔 这东西 不能落在任何人手上 那下次 咱们什么时候见面呢 等你帮我拿到录音笔再说吧 考虑了 林子雄 他根本就不爱我 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他连正眼都不肯瞧我一眼 为了他 为了他 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在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的 对我最好的 甚至连你都可以给我的男人 也死了 我什么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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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命 但是我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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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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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你俩倾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是逃不掉的 王队 嗯 好 谢谢 没想到 李亮一直都知道是自己的妻子 杀害了安柯 他以一个傻子的形象 一直默默守护着自己的妻子 直到死的那一刻 还在宣称自己杀害了安柯 那天李亮跟我说 我永远不可能懂得她的感受 直到现在 我才明白她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可惜了刘梅 放弃了一个这么爱自己的丈夫 选择了一个自私自利 视自己如草芥的男人 太不值了 她呀 还是太年轻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命运所赠送给她的这份礼物啊 其实早已经在暗中订好了假码 一方 今天起 我就要正式休假了 你要加油啊 是 刘梅与安柯发生争执 故伤安柯 但是 没有施救 导致安柯死亡的行为 以及刘梅杀害杜建平的行为 均涉嫌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好朋友 胡子乖了 买帅的吗 那是 终于可以放松了 王涛 有件事情我必须通知你 什么事啊 我们要个孩子吧 我们要个孩子吧 老夫我爱你 哎呀 你没事吧啊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了 哎呀啊 你年纪了 走了 走 向着幸福出发 好 母 reasonable 她心激 пров奔 每可以送灭 这以来